大家好 歡迎來到化學會客室 我是印象創辦人馬力群 我是鄧博文 很高興這次有機會來上化學會客室 一開始當然要聊聊印象這個部分 印象這個平台 其實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做印象這個平台 基本上初衷很簡單 就是想介紹台灣的聖藝術 因為很多年輕人很多攝影師其實作品很棒 然後我都沒有機會露出在讓大家知道 所以那時候就想要做印象這個平台 那目前也做了一百多位 然後鄧博文是我在做印象剛開始的時候 就採訪過的攝影藝術家 那基本上那時候我記得採訪他的時候 當然是他的有一組作品剛好發表 時間效果嗎 對 時間效果 當然我最早知道他的時間效果之前 我就已經有看過他另外一本書叫做那個 《儀式時間》 《儀式時間》 對 那你要不要聊一聊當初你對印象的印象是什麼 那時候我去採訪你的時候 印象 對 因為我覺得印象是很了不起 因為他從那種零開始要累積一直累積 那當然好朋友或是一起共同在創作的人 當然要支持自己的好朋友 那時候也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自己剛好的作品就有機會 也很榮幸讓你邀請去來採訪 我就開始談了這個東西 其實那個影片在剪了之後 包括這一次在展覽 剛出了一個書 《再見狐狸 鄧博人影像小說》 然後在展場的時候也有播那個影片 我覺得很多人在現場觀看的時候 還滿注意那個影片 會在那裡一直瀏覽 我覺得影像跟平面展覽跟書籍概念不太一樣 因為影像它是在YouTube上面或是在網站上面 它是每天都在展覽的東西 你隨時看到每天查到都是一個 一個可以再重新閱讀的東西 那展覽如果結束它空間就撤掉就沒了 那書籍當然是可以繼續旅行 繼續去讓讀者去觀看 所以你說從當時談到這個東西 那當時三本書其實概念都有一個軸心 雖然它的理念跟技法不一樣 但它唯一的軸心就是 在談攝影裡面的時間這個概念 因為第一本書是《遺失時間》 那我在拍的是一種比較像 台北市的街頭的一些廣告的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本書籍 那時候在拍台北市的時候 也滿多人在笑我的說 你拍這些台北市要做什麼 台北市拍一拍也沒什麼了不起 你這個東西除非有一天台北城被炸掉了 你這作品才會被看到吧 我就覺得做什麼事情也不需要人家去肯定 你就是做自己就對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堅持地繼續往下走 那很榮幸的這一組作品獲得那個浙江同鄉美術館的收藏 也獲得那個那時候剛好有一個 徐孝斌嗎 徐孝斌攝影盃的首獎 大概有三千多人報名 那我比較僥倖 那一年評審好像有僱增 還有一些 都是一些在大陸上比較知名的一些 藝品的一些老師們 那我也因此去那裡領獎 那是人生中還滿榮耀的時刻 這是大概幾年的時候 2011 2011年 對 然後這個是2016 那2016 在開始在做的時候 就是比較有趣 就是想說 我這個人做同樣的東西 但是會想要把題材 媒材轉換一下技法 那所以那時候剛好家裡住木柵 木柵本身比較潮濕 所以我有以前在雜誌社工作的時候 很多拍幻燈片不要的那些幻燈片 就都丟掉了 然後有一天看到那個家裡 那個發霉 麵包發霉 咖啡發霉 我覺得家裡滿潮濕的 我就把那些幻燈片丟進去那個 就做一個培養草 培養草 然後把它丟進去 大概幾一個禮拜吧 它就可以 發霉 發霉 然後我就去採收了這個 發霉的幻燈片 那我把這個發霉的幻燈片 用一個形式就是把它放在那個 我的每一個攝影點裡面 因為我們攝影 其實是不能發展的 那就像說你拍下當下 那個當下已經過去 就沒了 沒了就不能發展 那我就試著讓那個當下 往前往後發展 例如說 剛好翻到這一張 我們就這樣子 這一張是印象很深刻 是剛好馬英九當選的那一年 不知道第二年吧 然後很多人去台北市那種 凱道那邊抗議 那剛好有人在抗議整個晚上 那一個媽媽就拿了報紙 寫了什麼東西我都其實都看不懂 她喊什麼我看不懂 那後來我就想一想說 其實這個就讓我想到孟克的吶喊 所以我就把孟克吶喊的一個頭 拿來挪用到作品裡面 然後把隔天報紙寫滿著當選的一些訊息 都把它拼貼在上面 然後這是當天下雨的情景 就把這個時空這樣把它結合在裡面 那如果說再舉到一張 我們兩個比較有共同的記憶的話 應該是後面這個 哪一個 到外太空旅行這個 這個是我們去大理 參加國際攝影節回來 然後剛好颱風天 那所以我們在昆明回不來 回到台北市之後 整個台北市露宿倒了 心情也很差 就把車子開到那個河濱公園 結果開到河濱公園的時候 發現那個路檔 一顆球狀球狀的路檔都泥泥不堪 然後整個都淹滿了 所以我就拍了那個路檔 那就想到說 我們從昆明回到台北 這種感覺好像是 從外太空回到地球 看到地球生病了 我們地球好像每次都要靠著這個 這個風災天災人 這種去把它 才能看到我們地球哪裡生病的 這種概念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讓我覺得 時間當下往後走 所以我們要 我想要講的是說 我們要重視當下 然後珍惜這個地球上的所有的資源 所以衍生到這個結束之後 大概2015年開始 我就開始在想說要做哪一個 那剛好在有機會在大學裡面 分享攝影教書 那看到大學生的那個創意都 還滿有趣 滿無限的 所以就開始展開了這一本 那個再見狐狸的鄧博恩影像小說 那這一本主要都是在談的就是 我個人的對當下年輕人的一些觀察跟創意 那我也擬了十個問卷讓他們去填 那這些問卷填了之後 其實有滿感動的 像剛好翻到這一頁 我就記得很清楚 這個人填的小時候的志願是什麼呢 他小時候志願竟然是說 我想要賺錢讓父母親過好生活 這志願感覺很普通 但是我覺得這志願很重要 所以我就從當下年輕人的思維去思考 去思考我們過去跟現在的一些差異性 所以就衍生了這一本書的一些創作 當然很謝謝這些背色者 那因為他們的創作過程也讓我去觀察到 當今年輕人的創意跟思維的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是在期待 一影像創辦人馬力勳先生幫我們再用影片再來介紹 讓這個展覽或書籍可以在網路上繼續旅行 繼續讓大家看到這種東西 其實我覺得一影像一個目的也是這個樣子 就是把一些創作者的想法 他們創作的一個理念跟脈絡透過一個影片的平台 讓大家知道 因為畢竟平台的好處就是它可以一直持續在上面 對隨時要看就看 因為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是因為影片這樣流傳的關係 所以有些人會到影片到影像的粉絲團上留言說 可以不可以幫我把這個訊息轉給哪一位哪一位哪一位 其實我常遇到這個事情 因為他們以為這個平台就是那個人的 所以我就說好幫你留訊息給他們 所以我覺得這個平台當然價值是這樣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影像的目的除了幫攝影師介紹他們的作品之外 跟創作脈絡之外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一個教育的功能 對 因為我覺得台灣沒有攝影系 其實它是很現實 但是沒有攝影系 像我們兩個在大學裡面叫攝影 但畢竟它是一個像設計系 我是設計系 對我是圖傳系 那基本上都不是以攝影為主的科系 對 攝影在他們的學校裡面 這個系裡面大概就是一門客 對 那攝影教育相對而言也是薄弱的 所以一般年輕人想拍照的話 他們所獲得是一個有限的 一個information 它可能透過網路看 而且重點是 其實台灣很多很棒的攝影師 他們作品真的是很好 但是也幾乎沒有什麼平台在做介紹這些東西 那這個平台目的當然是讓學生可以看得到 對 然後他們可以知道說 哇原來鄧老師的作品那麼好 他可以講得那麼好 或是很多攝影藝術家的作品 原來他們已經做過這樣的東西 對 那就不要走重複的路 你可以舉那個啊 我覺得很多 你有印象嗎 滿有趣的啊 像你說那個楊順發 對對對 或者是其他你拍過比較更年輕一點的 那攝影藝術家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那很年輕有很多啊 其實那時候 我跟鄧老師因為印象的關係嘛 其實那時候我們就合作了一本書 就是把印象裡面採訪過的 像 接嗎 對啊 就幾個年輕的攝影師的作品 然後就把它做一個出版物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印象的延伸 對對對 我們這個是提供一個平台啦 就是剛好跟田園城市一起合作 然後也推了說 第一個像 這是有中港台法 四個國家的一些藝術家 例如說張秀儒啊 蔡昌吉 顏彭俊啊 比利 彭一航 林觀賢 這些 很多人都是 喔 裡面最年輕的是溫敏玉啦 他就是我在台科大設計系的學生 他作品是 的確在裡面是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他很獨特的東西 但是如果說以街來說 最不太像街頭的照片的應該就是這個 溫敏玉的作品 很有趣 他用大家年輕的想法 他說 城市是書 你正在翻閱的是我剪輯過的街區 但願你別迷路才好 又或許迷了路更好 這只有年輕人的思維 那很多 我記得印象滿深刻的是說 這張作品應該是他 人生中的第一張作品吧 這是我們基礎攝影的時候 去台大外拍 那去台大外拍的時候 我們都一群學生去觀察完之後 可能隨性的拍一拍就走掉了 結果這個同學很用心 他就找了一個同學 再帶了幾個道具 第一堂課他就可以把 把那些道具再重回現場 布置完之後 再用他的特殊當時的想法 去把它捕捉當天的一些印象 那我覺得這就是年輕人現在的東西 每一個年代 每一個時代 其實都可以創造一種經典 那從經典裡面去 去再創造下一個世代的經典 這是很必要的說 所以說我們應該不能走到太傳統 也不能走得太好 就是從傳統裡面去 去找尋一些脈絡 然後找出自己的一個 一條可循的路 像現在也剛好 北科有展覽那個 借台灣當代攝影 這個 我這個年紀算是六個裡面最年輕的 好難得 對啊你竟然最年輕 好難得可以做最年輕的展覽者 真的是蠻有趣的 對 那所以我說其實學攝影 剛好有伊影像的平台 那也創造了大概一百位的 影像的那些介紹 就算是一個資料庫 其實當作想法也是一個資料庫 大家可以去搜尋 那上課老師如果方便 要想要講誰搜尋一下 應該也可以播出來給大家分享 蠻多老師跟我講說他們就直接下載播放 我就說很好啊 反正這個平台的目的就是推廣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兩個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也策劃了一個展覽 在田園城市 都有啊 這個其實書都有搭配展覽 對 明年初吧 對啊 會在台中大象伊朗 會有一個 跟邱國俊 馬力群跟東柏文的 三個人的連展嘛 應該我們做了這個合作呢 從逆景一開始 應該做到第四場的連展了吧 對 已經幾年了 現在第一次到現在進去 我們記得上次的連展 逆景山的時候 我故意把那個山 變成山上的山嘛 因為這幾年 還蠻著迷在那個山的一些創作 那所以都會把一些影像的概念 都把它弄到山裡面嘛 因為我覺得 我每次看到那個山的感覺 就好像家人在那裡守候著我 所以我就說 山呢承載著我過去成長的經驗跟溫度 所以我一直這幾年都一直在用 山這個概念去創作 所以說你的三間狐狸 事實上有很多是畫畫的 應該不能說畫畫 不敢說啦 因為這個東西 的確是我日常中的觀察 走過的地方 或者是說去旅行 或者是工作上 或者是晚上看書 或是開車的時候聽的音樂 那突然間有靈感 我會用口述的先把它 弄在手機裡面記錄起來 那晚上就會針對那個靈感 去把它用一記的形式 把它形塑出來 對 像這一張我們都有印象就是 我們去高雄參加一個論壇 對 休息時間看到外面的半屏山 那個感動 年輕的時候看到的半屏山 那竟然現在半百年紀看到半屏山 那種感動 所以我就 就回來就把眼前的東西 就把它用拼貼的形式 跟畫畫形式把它形塑 那還有一張就是 剛好晚上吃飯吧 應該找 看到外面嗎 對 看到那個月亮 那也是滿感動的 所以我也把它畫 就畫在裡面 就是我找一下 這一張這一張 對 這也是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看到外面的月亮 那高雄大樓那種感覺 就把它用筆記本的形式 這樣形塑出當天的那個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創作呢 與其說你很積極在做什麼事情 那不如說我們就是專注在當下去 去回溯你自己今天或是過去走的路是什麼 這樣我覺得這是我們創作過了 最基本的一個脈絡 對 分很好奇 因為我一直想說這樣印象是一個資料庫的概念 你現在看那個影片是去年 去年還是前年訪的 有一點久 對 那你現在去看那部影片的時候 對 你有什麼感覺 就本人更年輕了 就覺得 就差一年已經差那麼多就對了 沒有啦 就其實有些觀念是 那個觀念固定就是固定 是不會變就是不會變 但是有一些東西你會 會開始在想說幾年之後 我們的路越走越廣 越走越遠嘛 沒有什麼對錯 你也不用後悔自己曾經走過 所以我一個概念就是說 我一直用攝影來證明自己曾經走過的 一些看到的東西 用攝影來證明 這就是我生活存在的一些軌跡 可是我現在覺得你的戴剑壺定 已經不是純攝影去走過的東西 而是說你的走過的東西 已經用另外一個煤台在做了耶 對不對 再見狐狸你說 他一樣是我走過路 對啊 因為他是在 剛好有機會在 在坦克大設計系教攝影嘛 那所以就 就有這個機會可以去看到 學生當下的創意 所以我還是用很直接的方式去創作啦 只是說有一些固定的手 還是那種心 還是會走到那邊 像說這都是直接拍攝嘛 這個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帶整班去示範給他們拍攝 那這裡站了一排人 那這裡站了一排人 這裡丟這個 然後這裡有一排在剪 那這個概念是想要呈現的是 這個女生從小到大在寫日記的概念 所以用這些來呈現 這些 這些是我平常在跑新聞的一些新聞稿 不要的東西 然後我就把它寫說 這是他的日記啦 那有些東西是 是像說 比較越做越多 就像說這個東西 還是一樣直接拍攝 但是之前準備的道具是蠻多的 像說 會跟他們溝通 怎麼去代表你們 然後就會去一起準備道具這樣子 那當然有 像說 書封面這一張 當然它是比較特別 就是說 當時在拍的時候 也沒有準備狐狸的面具 但 就在海邊清晨嘛 拍的還 還滿喜歡的 那回來之後 就把它輸出 用拼貼的形式把它貼上去 包括這個塑膠膜 好像人家說 你這個塑膠膜是不是 那個塑塑膜沒有撕乾淨 這樣有一點玩笑話 但是我覺得這個塑膠膜 滿有趣的是 我想要行塑的是保存當下 因為你看你的水果 如果說 為了要保存新鮮 你是會放保鮮膜 然後放在冰箱 對 這個概念就是從那裡來 就是把它封存 那種保存青春的一些概念 對 那你自己覺得說 年輕人在 應該是學生吧 他們對於攝影的觀念 跟我們這一代有什麼樣最大的差異 最大差異 他們是敢衝 他們也沒有任何包袱 然後你說 請他再看一些 1839年來開始 那種攝影術發展的一些照片 他可能看不下去 因為覺得 是嗎 覺得說這照片 他們只會說很boring 怎麼那麼無聊 這照片無聊 他們要有趣 有趣就是年輕人現在想的東西 他還沒有想那麼多 但是他想要當下 就是看照片 第一個要有趣 那可能也是跟我在 跟學生分享的時候有關就是說 除了有趣以外 吸引人 第一個影像要吸引人比較重要 你沒有吸引人 人家不想看 那你第一個吸引人 你要的是什麼 除了你的觀點以外 第二個是形式 所以年輕人有些很喜歡用 玩形式這個東西 就是他想要玩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去走不一樣的路 那這個可能也是 剛好這個時代的一些觀點 或者是說我接觸的學生 剛好是設計系的 所以他們喜歡用比較實驗性的東西 去玩設計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規則其實是創意最大的殺手 所以他們在挑戰 就是挑戰這種傳統裡面的規則 把它走出新的一條脈絡來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從脈絡去找尋一些很經典的作品 來輔佐 然後讓自己的創意走得更紮實一點點 就是因為剩意本來就是一個多元發展的東西 對 它絕對不是單一的一個形式存在 我說這個東西剛好是藝影廠很重要的平台的重點之一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那包括你說採訪100位攝影師 我們也都有在藝影廠寫專欄 他有時候會介紹一些過去很經典的攝影作品 或者是說像上次我們介紹日本攝影大師 那回想也蠻好的嘛 對 所以說照片其實經典永遠就是經典 它當代就是永遠當代 它不會說過去很經典很當代 現在看起來就不怎麼樣了 我怎麼看都很棒 對就是很棒 所以說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其實照片沒有什麼看得懂看不懂 只有你喜歡不喜歡你有沒有共鳴這件事情很重要 有共鳴的你再去進去他攝影者或是創作者的心裡面去思考 那不一定說要對上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讓你留下來 第一個我剛剛說的說讓你停下來開始看這個照片或影像 然後接著可以去思考 這影像那個裡面到底要傳達的是什麼東西 這很重要 這比什麼都還重要 沒有說進去就說看到照片就說這我看不懂 這看不懂這種東西是我們可以慢慢顛覆這個概念的 就是說不要用看不懂這個字 我們要試著去了解 然後試著去產生共鳴 試著去找出脈絡 不過我覺得看我看不懂一方面 我也會覺得看得太少也是一個大問題 對啊 如果今天如果他們對於攝影這個想法或是 我覺得還是規估在教育體制 對 這上面嗎 如果他們在攝影夠了解的話 我倒覺得他不會說看不懂 這怎麼樣 也應該可以用他們的觀點 就是透過他們看很多攝影的事 攝影的脈絡去看這個照片的一個想法 那我也覺得 這看太少 所以他不懂 這個讓我想到說 其實這也不是說他們不好啦 只是說這有觀察到說 現在那個年輕人比較喜歡活在自己的小圈圈裡面 然後心胸活在那種比較窄的概念在做創作 那我覺得應該要走出去 這可能跟島嶼國家有關係啦 我們的作品跟大陸的作品 或是跟歐美的作品 其實有一點差異 就是說我們都是比較探討自己內心的東西比較多 那在歐美或是大陸那種大的國家在比 他們的作品就是比較宏觀 那種看的視野比較廣 那心胸也比較開闊 不會說拘泥在小框框裡面 那這只是小部分啦 不完全說全部的年輕人都是這樣 只是說我也自我勉勵說 我們應該心胸再走寬闊一點去看未來 不要執著在那個當下 好像走不出來這樣子 然後我們聊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好了 是 你覺得台灣的攝影市場是怎麼樣 台灣的攝影市場 台灣攝影市場 要看靠化學來推動吧 對呀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攝影在我自己的認知好了 我覺得攝影作品在台灣是比較 這一次展覽是有人點藏了這一張作品 然後還有另外 可以更好 對 就是說我們的點藏 我老實說這次點藏 他並不是我的認識很久的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新認識的朋友 但他就很有興趣來點藏 但我覺得攝影不能每次都靠朋友或是靠親人來支持 因為這樣子好像沒什麼意義 就是攝影要讓大家看到真的會感動想要去收藏 那這東西作者要努力啦 然後是不是也要走一個比較經濟化的概念去 就經濟人的概念去 因為我們就專心創作 不要去做賣作品這件事情 因為你一思考到賣錢不賣錢 你作品真的就不是你的 我覺得創作者還是留在自己專心創作 然後這個經營的部分 就是交給像說化學裡面的一些藝廊 或者是說交給一些你自己信任的人去幫你行銷你的作品 對 我覺得基本上攝影在整個藝術圈還是剛起步 對 在市場上面真的是剛起步 我覺得還有很大的一個空間在 我前幾天剛好看到那個Hummington的作品 一張他的對照大概1981年拍的那張 他們來了那張作品 當時他也沒想那麼多 他只是從1970年代開始一直在創作 創作就是對照那種穿衣服不穿衣服的概念這樣走 那1981年那張是他的經典代表作 那張照片竟然創下成交價超過台幣5000萬一張照片 我覺得這個都是大家想要去讓大家肯定的地方 那基本上這些創作者都是付出很多辛苦的代價才有今年 因為他們人都不在了才有這種成交價 那我們現在台灣的市場也是漸漸的把它活絡起來 然後也不用去 創作者真的不需要去思考錢的問題 當然 對對對 但是要生活很重要 所以還是要有人資助 對 今天也聊得差不多了嘛對不對 對 那很高興就是有機會來這個 花協會客師來分享印象的這個平台 當然也聽了老師鄧柏仁 藝術家講那麼多有關於他的作品的事情 那我也希望在未來大家可以多關注攝影藝術這件事情 也歡迎大家多多支持印象的創作平台 謝謝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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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ed 妳